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红 今天早上本来说要打羽毛球的 但又下雨了 我们这里这两天老是下雨 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了 今年不知道怎么搞的 现在我还穿这个卫衣 因为还有点冷 特别是早上骑那个小摩托来的时候 还有点冷 现在我已经吃了早点了 也不能去打羽毛球 就跟大家聊一会天吧 不知道朋友们就是在 这个上班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这种同事 就是昨天我的以前的一位同事 打电话给我说 还是另外一位同事 原来也不知道 我们的那个关系好不好 表面上很好 就是他就属于那种人 有事找你的话 就对你特别的热情 没事的话 好像就不太愿意搭理你 昨天就是这位同事 跟我关系还好 就说另外一位同事 他家开了一个广子 叫我们去捧一下场 我没有答应 就我的同事就问我为什么 其实这种 人情事故我还是懂的 但是有些人吧 好像就不值得 因为原来 我们一起上班的时候 因为那位 就是现在开广子的那位大姐 感觉就表面跟你关系很好 其实他从心底是看不起你的 只有在他需要你的时候 然后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就会想到你 就是笑脸相迎的 如果他不需要你的话 你比如说平时在路上碰到他 连个招呼他都不会跟你打一下 因为有些人吧 就是人家说的 嘴甜的人 心也都不太好 他就属于那种人 每次看到你都是笑脸相迎的 就知道他有事情要叫你帮忙了 但是你把他的事情处理好了 他又恢复到以前的那个样子 所以说昨天 就是这位同事叫我 这个星期去他家放店吃饭 就是我们那个AA制嘛 我没有答应 不是舍不得钱 因为我感觉这种人吧 没必要相处 再说我们已经有七年了 他已经退休七年了 都没怎么来晚过 应该是直接没有来晚过 现在就他家做生意嘛 就叫我们原来的老同事 去捧一下场 我的昨天打电话 对我这位同事也知道我 其实他们都知道 但是有的时候 这人情事故就不能避免 但是我没有同意 我不知道我这种做法 对不对 会不会得罪人 其实因为也没什么吧 我感觉我不想去就不去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自由吧 有的人在一起吃饭 还是要看那个缘分 因为怎么说就话不透 就半几多吧 就坐在那里吃饭 感觉就不自然 所以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吧 这些没有必要的这种聚会 能少能避免就不避免吧 不要弄得到时候大家都挺尴尬的坐在一起吃饭 因为我们毕竟有六七年都没见面过 见面也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现在彼此的生活都已经不同了 有的说就是 结交了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 但有的朋友吧 只能说是 见面的时候打个招呼的那种 也不是那种 什么生死之交 平时我们真的是 没有见面的机会 所以我还是没有答应他吧 因为通过前两年 我的一些事情就是 我感觉这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真的是挺微妙的 在你有钱的时候 好多人就都围着你住 如果当你落寞了以后 身边的人巴不得 就是离你远远的 所以现在我也不像原来的 就什么都要 就是不考虑自己 都是按照别人的意思 生怕得罪别人 现在我不会了 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不要去看别人的想法 所以说 把自己过好 过开心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对我的 这个看法 会不会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好了 现在我要下去走一圈了 祝大家 新的一天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吧 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好了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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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